据香港《南华早报》5月10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关岛海域作战演练,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解放军的战略火箭军也加入了此次演练,和其他战斗连队进行前所未有的系统性联合行动,据称还涉及到了东风26对舰攻击的末端引导。 中国不按套路出牌,米兹再闯南海,山东舰却出现在关岛。 4月8日至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在演习期间,山东舰潜出台湾东部,执行区域拒之与台东面向太平洋的目标打击与封锁任务。 4月10日,联合力舰演习结束,围台演习的大批军舰与战机都撤离了台海区域,但仍然有部分执行常规任务的军机军舰继续巡航。 原本在演习海域,监视中国航母编队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打击群也在4月13日离开该海域,前往南海参加美飞肩并肩演习。 当大家都以为山东舰也会尾随,尼米兹航母编队进入南海时却出现了让大家都颇为意外的情况。 4月17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山东舰动向报告,结果显示山东舰不仅没有回防南海,反而航向东南,逼近美国在西泰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关岛。 此后,山东舰编队一直在关岛附近海域活动,一直到日前才正式结束部署返航,按央视报道的时间节点来看,差不多时间就在一个月左右,而这个时间大大超出了印媒的推测。 持续一个月机动作战,这战斗力还弱? 4月25日,印媒《印度前言》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山东航母群的弱点暴露无遗》,17天指起飞610架次的文章,称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本部追踪了中国山东舰17天,终于发现了这个致命的弱点,并且还指出中国航母山东舰高速机动作战能力只有11天,因为认为这已经成了制约山东舰航母编队持续机动的关键要素。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的数据,其实是17天620架次,这差一丢丢其时也无伤大雅,只是印媒抄作业都抄错了,这实在是不应该。 另外日本防卫省给出的报告中是17天620架次,各位在计算的时会不自觉地计算出每天大约36.4次,与美军尼米兹航母编队的12小时120次相比,大约只有六分之一,是不是太弱机了。 答案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日媒并未给出山东舰在某个给定的时间段内的出动架次,虽然我们也相信山东舰的舰载机出动效率不如尼米兹航母,因为两者舰载机也相差了一半,但只有六分之一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印媒只是下起哄而已。 而另一个则是持续机动数据,这与编队规模有关,和编队的组成有关。 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兼部在公开舰载机数据的同时还给出了航母编队的组成。 055型导弹驱逐舰延安号,嫌号106。 052DL型导弹驱逐舰交作号,嫌号163。 052D型导弹驱逐舰长沙号,嫌号173。 054型导弹护卫舰柳州号,嫌号573。 901综合部给舰查干湖号,嫌号905,各位发现了没有? 有一艘综合部给舰,这是航母编队中的奶牛。 901综合部给舰的满载排水量为4.6万吨,燃油携带能力为1至1.5万吨,航空没有携带能力5000吨,淡水1000至1500吨,配海水淡化设备干货弹药3000吨。 按公开资料中,山东舰以20节,约37公里每小时,得常规航速航行时,每天消耗1100多公吨燃油计算,可以持续作战30天左右,加上航母自备燃料。 如果考虑舰队中其他舰艇的油料与补给消耗,那么也能达到25天以上。 而此次公开数据大约在一个月左右,这基本符合我上一次的判断,山东舰持续作战能力至少也能超过25天,足以满足常规烈度的战争的持续时间,所以印媒还是继续凑了一次热闹,言之凿凿的判定,不过是徒增孝儿。 两大作战目标,第二个确实没想到。 山东舰在关岛海域活动1月确实让大家很好奇,这里距离中国大陆沿海已经2000千米以上,在距离本土如此远的海域活动,演练目的是什么呢? 从公开报道中,我们已经嗅探到了两个关键信息。 一,打乱美军的西泰部署。 二,为迁出攻击西泰美军航母与关岛基地提供引导。 关岛基地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极高,属于第二岛链上最关键的一环,美军以此为基地,经常进入南海骚扰。 而且还曾多次演练攻击中国大陆的阵位,关岛也是远程轰炸机向中国大陆纵身攻击的重要基地,因此山东舰前出西泰威胁关岛,从战略上来看意义非常巨大。 从2022年12月辽宁舰在此部署来看,中国的两艘航母轮番交替钉死关岛似乎成了常规部署,以此为背景。 我罗列了下打乱美军西太部署的任务几个关键方向。 一、监视关岛基地的美军活动,此乃恶心美军的升级版。 二、违未救赵,阻止美军进一步威胁南海岛礁。 三、破解日本的西南战略,从背后威胁第一岛链。 四、阻止关岛向中国本土发动远程攻击。 一只航母打击群就在关岛周围晃来晃去,也要让美军常常有人在附近一直监视的滋味。 同样也让经常来南海骚扰的美航母编队无法安心执行任务。 所以我将其定义为恶心美军的升级版,各位应该没意见吧。 引导东风26攻击,这个作战部署真没想到。 据南华早报报道称,北京瞭望智库的研究员周陈明表示, 除了常规的军事演练以外,此次山东舰部署还检验了东风系列导弹对西太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 对于火箭部队来说,精确定位第一导链以外的目标更具挑战性。 央视报道也表示,配备了电子对抗ECM吊舱的歼15D咆哮沙, 可能成为火箭部队的空中之眼,使其能够打击数千公里外的目标。 歼15D是我国30吨级重型舰载第四代战斗机, 而歼15D则是在歼15F双座型基础上所研制电子战攻击机。 这种战斗机的作战任务基本和EA18具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类似的, 也是携带电子战、吊舱执行对敌方电子通信以及制导系统的侦查、干扰和攻击等任务。 歼15D虽说是执行电子战任务的战斗机,但同样可以执行战斗攻击任务。 在被发现的通信以及雷达等重要目标后, 即可用对地或者对海攻击的滑翔炸弹或者反舰导弹、空对地攻击弹药等直接招呼目标比普通战斗机更高效。 而目前公开的任务中,还能对东风26的对海攻击执行目标引导任务。 这表示歼15D的电子战吊舱已经成为弹道导弹对海移动目标攻击引导链中的重要一环。 各位很可能对这种攻击方式不太有概念,下文简单介绍下。 反舰导弹攻击目标的过程是这样的, 一般是在机或者预警机探测到敌方舰艇数据后输入反舰导弹, 然后在机或者舰艇发射导弹。 此时导弹内部的惯性导航系统会将导弹引导到目标附近, 然后开启主动雷达搜索目标,获取目标特征后对比, 然后机动攻击。 弹道导弹打击目标其实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但问题是弹道导弹距离目标太远, 比如东风21射程为3000千米左右, 东风26的射程则能达到4500千米以上, 这么远的目标显然无法用雷达探测, 因为地球区率遮挡,这个侦察任务完不成。 此时需要卫星侦察给出一个敌方重要目标具体坐标, 然后发射弹道导弹将其摧毁, 但问题来了,敌方的地面目标不会动, 但海上目标比如航母每小时最高可达32海里, 每分钟移动差不多1000米, 弹道导弹飞过这段距离至少也得20分钟以上, 等导弹抵达目标时,航母早就跑了。 怎么办? 需要中途制导以及末端制导, 卫星无法时时刻刻过顶, 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前出侦察并能在数据链中通知弹道导弹打击目标的最新位置信息的手段, 而兼15D就成了这个数据链中的末端信息获取的最关键一环。 一定有网友会指出一个问题, 就算经过了中途制导,更新了最新坐标, 最后弹道导弹载入大气层黑杖时无法通信, 目标精度如何保证。 假设弹头以20马赫速度进入大气层, 末端击中航母的速度为10马赫, 黑杖开始高度为80千米, 那么需要大约26秒即可落地, 假设弹道为45度最远射程轨迹。 在这个时间内, 航母可以跑出428米, 大概一个身子位多点, 假设以单弹头攻击尼米兹航母, 那么命中率大概为5%, 是不是很低。 我可以假设一个场景, 东风21可以搭载一枚600千克的弹头, 东风26的可以搭载三枚总重量不超过1.8吨的弹头, 如果在这些弹头中装入5000克一枚的铁球, 那么东风21的弹头能装120个, 东风26的弹头可以装360个, 如果计算空间利用率可能会少一些, 但数量也已经足够多了。 此时会有什么结果各位能想象出来吗? 这些母弹头在空中炸开后, 子弹头会以每秒超过3000米的速度从天而降, 那么多弹头, 只要有几个砸中航母, 估计能从顶部直接穿透到底部, 能砸坏多少设备。 各位可以把航母结构图翻出来看看, 只要有2-3枚弹弹砸中航母, 估计这艘航母战斗力就废了。 网友一定会认为, 这不会爆炸的弹头打航母有啥用?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 打坦克用的托克斯口径穿甲弹, 就是不会爆炸的弹弹, 为何直接命中坦克, 基本就能将坦克摧毁? 因为穿透钢板后的刺身弹片会在内部崩裂, 破坏坦克内部的通信系统, 杀伤人员甚至引爆弹药, 同样这种钢球也是致命的, 更不要说这枚钢球还重达5000克。 另一个则是中国科研人员, 还研制出了一种黑杖通信的技术, 在弹头外涂层中加入氢电子材料, 减少高温伪流中的电子浓度, 使得电磁波可以穿透直接通信, 要是这个技术已经实用化的话, 估计单枚弹头就能直接命中了。 无针8无人机引导, 可能性价比更合理。 关于引导东风21和东风26攻击大洋纵深目标的载机, 除了航母编队前出以外, 我们还有一种更致命的引导载机, 无针8,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无针8, 我列几个数据, 让各位感受下这种飞行器的能力。 1. 无针8的最大飞行距离约为3000千米, 飞行高度在30至40千米左右。 2. 以4、5和6马赫的速度飞行的持续时间分别为45、30和16.5分钟。 3. 无针8可携带侦察雷达和多通道、 卫星通信设备, 可以为东风21和东风26提供制导。 4. 根据现有资料, 解放军空军已经使用无针8在多个方向进行了多次侦察行动。 另外, 无针8的最大飞行高度在爱国者、PAK-3防空导弹的射高之外, 基本就是为穿透美军防空系统量身打造的。 无针8可以由轰6K带到高空释放, 然后再执行侦察任务, 轰6K航程加上无针8的航程, 抵达关岛完成引导任务后再返回也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针8可能, 很难返回, 有两个问题。 虽然无针8无人机隐身性能不错, 但轰6K不隐身, 所以在穿越第一导链时容易被发现。 第二个则是无针8的引导模式会打破无线电竞模, 这也会增加被击落的概率。 不过无针8也有火箭助力起飞版, 虽然每次起飞会浪费两枚助推火箭, 但这种方式增加了隐身性能, 更有助于穿透低导链, 不过在这种模式下航程, 会比轰6K在机携带要近一些, 很难再返回基点。 无针8将成为一次性引导东风导弹攻击大型水面舰艇的一次性消耗品, 事实上这也是划算的。 无论是无针8还是歼15D引导, 弹道导弹打大型水面舰艇的技术正越来越成熟, 这种测试也不再遮遮掩掩, 表示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打击方式, 这就是高超音速导弹。 另外可以预计的是, 西泰水域未来也将成为我们航母编队活动的主要水域。